一会老师怎么来看 既然刚才也提到了新能源这个方向 从上游端来看的话 它现在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表现了 但如果说从政策的一个角度 就像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说现在有新能源汽车下降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它是否也会更直接来带动 整个新能源汽车整车的一个方向 包括充电桩整个这样一个方向呢 首先我们先说资金啊 因为在昨天整体市场 尤其创业板值涨幅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 主要就是您的时代带动了整个创业板值 包括像伊维李能啊 像阳光电源啊 这些权重形成一个上行 那么我们在近期看到 从资金面上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欧洲比较大的这个基金 施罗德基金旗下的三大基金 可以说是大量的增持了您的时代 超过了80%的一个仓位 这就说明什么 整体的外资对于新能源 整个以您的时代为首的这种锂电池类 还是相对的看好的 好锂电池类整体形成一个上行 其实有几大的原因啊 一个原因其实是在于 整体的这种供需的一种我们所说的错位 目前虽然说供大于求 但是整体对于未来锂电池的价格的一个上行 这样有一个一致性的预期 所以说产生了一个我们所说的十一连涨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近期我们看到特斯拉涨价对吧 这个特斯拉Model这个三包括Model Y涨价 其实会带来整体的新能源车上下有产业链 或者说在叠加上锂电池的它的供应端相对的利润率的增加 所以说整体的整个我们看到新能源车会有一定的反弹 或者说新能源类有头的价值 同时我们看到公布的整体的前四个月的出口 是相对增幅达到4.8%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的汽车出口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整体汽车出口占的比重大 新能源整个销量增加的情况下 那么好整个我们所说的链矿的价格也会上行 包括目前讲话 其实这个链矿的相对的这些 我们所说的属于这种去库存的周期 基本上接近到底部2021年的一个低位 那么在结合上之前 刚才其实显灵重点讲到了 如果说从高到低的一个切换的话 其实整个选择链矿价格 或者说链矿整体的新能源产业链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由供需资金整体推动的 这个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下 这是第一大点 第二大点来讲 其实对于整体目前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是不是新的一波新能源的周期的开启 未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目前整体还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 没有增量 我们需要持续看到连续放大量才可以 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号是什么 就在昨天涨幅网聚前的都是龙头品种 比如说您的时代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形成一个横盘震荡之后的一个强势上寝 包括像比亚迪 包括像利维里能 阳光电电源 包括像龙基绿能等等的这些行业的龙头和巨头 它已经开始纷纷的启动了 因为一轮行情 它往往先涨的是什么 就是龙头 行业里面的龙头地位 所以说来讲的话 目前我认为是属于咱们新能源的反弹的一个初期阶段 就是龙头先行 增量资金还没有 因为增量资金是来自于什么 是来自于都有赚钱效应 大家一致情预期的时候才看好 因为现在而言 不管是TMT也好中字头也好 基本上我们所说的集中度是比较高的 尤其TMT板块 整个市场来说的话 从之前的算力算法 包括像数据 到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在昨天应用端里面涨的比较高的 就教育板块 今天早盘我们看到教育板块是跌幅局前 昨天我们看到叫应用端里面的出版 也是相对的表现比较弱 是说明什么 整体的AI的应用端 如果开始出现一定的下行的话 那么目前就是下一阶段承接的这个资金到底是什么 可能还看不到 因为该涨的都涨了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来进行选择天气里业和龙基股份 也就是说现在龙基绿能应该是 龙基绿能那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来听听一会老师怎么来看 当然整体来讲都属于赛道类的 在前期我们看到像上游资源端的包括中游 我们看到电池以及下游的汽车整车 以及光伏风电 储能整体形成一个联媒的一个上行 这个其实主要得益于我们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 3月份宁组合代替了毛指数 在双碳目标情况下 形成一个连续的震荡反弹 那昨天其实我们看到一个触发点是在于什么 就是天气里业为首的这个锂矿资源类 形成一个带动整个新能源的上中下游 包括光伏风电储能形成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刚才其实讲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 整个市场目前仍然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 龙基绿能它属于光伏的龙头 那好我们如果单独把这个光伏 我们进行一个打开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结构图 它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光伏在昨天涨了多少 1.84% 那么好我们看一下 它昨天的成交额是多少 913亿 目前是在450亿 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这两天形成了一个小幅放量 昨天是一个900多亿光伏整个板块 好我们再看一下 李矿整体在昨天 其实成交金额才多少 362亿 一定要做一个对比 昨天光伏是900多亿 好我们看一下 李矿是多少 362亿 昨天涨了5% 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李矿是多少 137亿 还是按照我们刚才整体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从保险 包括银行 包括证券的话 整个带动指数形成一个上行 其实手拉的是什么 首先拉的就是保险 然后再是银行 再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证券 因为整体的保险需要的资金量少 目前我们做一个对比光伏整体占的权重 也就是创业板指相对的是比较大的 包括以及我们的上任指数这块也有一定的比重 所以说我认为目前如果从资金的选择上 他要选择一些低位的 也就是李矿价格形成一个上行 这个大概率从目前我们看到连续的十一连涨 同时在昨天其实相继的公布的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个消息 昨天的天奇里业和干风里业同步的加码了 锂电池的概念 我们看一下天奇在昨天加码了多少 总投资30个亿 主要投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电池及单水氢氧化锂项目 以及我们看到干风里业同样投资了25亿 这也就代表的是什么 整个的天奇里业也好 干风里也好 这两个龙头对于未来整体的这个 李价格的一个上行 所以说才会形成一个加码 那么对于我们下一阶段来讲的话 我认为首选就是李矿的一个价格 然后再次我们再看一下 你比如说以这个电池端的 就是因为李电池李业价格形成一个上行之后 那么相对于宁德时代的话 那么我们都知道它的利润率也会形成一个上行 包括下游端的汽车充电桩等等的 所以说目前整体的市场逻辑是什么 上游端涨的是由于它的价格的上行所上涨的 下游端的充电桩是由于政策整体对于新能源车的下乡 以整个人来讲的话 我们要知道新能源车其实在农村现在并不普及 但是他们这边优势是什么 就是停车场基本上是免费的 不缺停车场不缺停车费 缺的是什么充电桩 好充电桩来讲的话 它没有咱们所说的这种护城河 主要是政策来进行一个加持 和政策本身的一些推进 所以说呢市场本身就是在于这样一个大逻辑 先看资源端是这样 好其实刚才所给出相关的一个分析 就是说我们从整个一个天津理业和龙基绿能来做选择的话 就是其实一会老是觉得 还是从整个的一个上游端涨价的一个角度 来进行更多的一个区分 来进行更多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说我们落到实际的操作当中 就现在两个位置都相对来说偏低了 是不是真的是都是可以来适合进行一个 择时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时间节点呢 我们怎么来看待很多一些方向一个择时点呢 其实择时点也是一样 刚才我们其实还强调了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资金 就是在有限的资金情况下 能够赚更多的钱 或者说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首选就是理矿 如果说我们拿这个天气理业 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就这只个股从高点148 连续的一个震荡的下行 其实已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低位 我们可以画一条趋时线的话 发现没有 就基本上是在这个整体上行趋时线的一个下轨 形成一个支撑 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说从短期而言 我们看到量能也是形成一个放大 好我们再结合一个咱们所说的这个MACD指标 MACD指标现在即将要上穿这个零轴附近 在这个位置 同时来讲的话 底部形成MACD指标的一个背离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对于如果从技术面上告诉我们 道士理论就是底部在逐渐的上移要突破前一个高点 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就是要突破前一个高点 突破完之后再次回踩 也就是从道士理论 其实底部有一个一二三法则 什么意思呢 连续震荡下行好 低点产生之后 好突破 突破前期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上方的压力位 好 然后再下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浪回撤 二浪回撤不跌破一浪的起点 之后再次形成上行 也就是我们所说这是第一个点 这是第二个点 那么这是第三个 就是突破点是在这个位置 突破我们再买 所以说目前讲话 对于天起理议而言 首先我们要看突破86 突破完之后回踩 不跌破这个低点 跌破的概率也不大 然后再上行 就是等它二次回踩之后 继续形成一个反弹 我们再进行一个介入 目前的话 如果说介入可不可以 就是你要把这个仓位进行一些 你到底是一个倒金字塔 还是一个正金字塔 对吧 按正常来讲的话 一般都是倒金字塔 逐渐的一个加仓 目前的话 可以小幅度的一个加仓 就是可能突破之后 还会有一个回踩 做好这样一个 从仓位的一个准备 从心理上准备 就是我们突破回踩 然后再反弹 我们进场是这样 好